合并单元格求何一招解决 我们要计算每个部门的总金额 很多同学想到的就是 先计算第一个部门的总金额 然后再来下拉拖动公司 所以我们在这里输入等于三函数 然后来选择我们第一个部门这两个销售额 按回车键 得到的是300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选中这个300 然后向下来拖动公司 此时一个销就会提示错误 这是因为在一个销中 合并单元格是无法通过下拉来拖动公司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做 才能够快速计算出这些总金额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合并单元格一起选中 然后在编辑栏中我们点一下 然后输入等号 再输入三函数 我们的求和范围就是销售额这些数据 我们将它们一起选中 然后输入减号 再输入三函数 这一次我们的求和范围就是总金额这些合并单元格 我们将它们一起选中 选中后我们需要来改一下 我们开始的单元格需要从第二改成第三 也就是开始的位置我们需要下移一个单元格 所以我们将这个二改成三 其他保持不便 然后我们按键盘的Ctrl加回车键 那么这些总金额就可以快速计算出来 感觉有用 在评论区打个有用 你的点赞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欢迎大家交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